我們再來看到的是科技的消息了 回顧大陸半導體產業這十年來的主旋律就是 國產晶片還有半導體的自主自立 好,那在錄影節有最新消息說 有兩家中國大廠已經成功突圍 包括了紫光斬銳還有小米的4奈米已經遞交製造 好,另外一個關鍵無疑就是在2019年5月17號的時候 華為海思一夜之間的轉正 受制於長期禁令限制的華為海思 麒麟晶片迎來了東山再起 那華為接下來的新推出的平板電腦、手機 還有這個TWS耳機以及智慧手錶 都將要逐漸地逐步來實現這個百分之百的自研晶片 好,我們包括了來看到這份報告是 Kanluis發布了2024年第一季的 全球智慧型手機處理器的市場報告 報告當中顯示 華為海思的出貨量是800萬顆 它的市佔率已經達到了百分之2.7% 好,顯示出這個強勁復甦的勢頭 我們最重要的東西 不管是原料或者是產品 所以每個國家可以專注去做自己 這個在行的事情 那麼這樣的一個全球化的架構 讓我們在過去這幾十年來 我們的產品的價格可以降低 因為全球進行全面的分工 但是由於美國開啟了這個 所謂美中爭霸的新格局之後 美國就對中國大陸進行了貿易打壓 對中國大陸進行了科技封鎖 所以你最後就逼著中國大陸 必須去自己自足了 是 因為這些東西我買不到 所以我乾脆自己來做 那但是你說中國人做不出來嗎 我常常在想兩個例子 第一個我說航天科技 30年前 美國沒有給中國大陸一絲的機會 去發展航天科技 把中國大陸是排除在外的 中國大陸自己今天可以射出了天空太空站 走出了自己航天的一條路 高鐵的技術何嘗不是呢 當時中國大陸在發展高鐵的時候 被全世界嘲笑 說你看這種高鐵能做嗎 敢做嗎 經過了到目前為止 高鐵成為了中國大陸的名片了 成為中國大陸的驕傲了 所以如果今天中國大陸在這些道路上 可以走出自己的一條路 晶片的製造或者是晶片的設計 又有何難 那只是時間的因素而已 那需要一段時間去做這件事 所以當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個華為海思的出貨量到800萬顆 然後市占率提高的時候 就印證了一句話 當時美國對中國大陸進行全面科技圍堵的時候 Intel就已經說過了 不只Intel 韓國的這個半導體廠都說過了 中國大陸的市場是不能放棄的 你現在進行科技圍堵 最後的結果就是 我們就會永遠失去它的市場 因為你逼著它 不得不去生產自己國產的晶片 到時候它的國產晶片 可能還在全世界有競爭力 變成一個強大的競爭者 這樣的危機不只是Intel 不只是韓國的這個半導體廠 包含這個黃仁勳 當時在去年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都提到同樣的概念 在這個時刻做這樣的事是不聰明的 但是顯然美國政治人物的智慧並不高 所以他們只看到短期的利益 他們沒有想到長遠的規劃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會發現說 事實上中國大陸的晶片 已經開始逐步的在突圍當中 那麼再把時間拉得更長 我相信他們 當然會有更好的一個結果 美國現在不只是對晶片 它對這個長江存儲 它對寧德時代 它都進行全面的打壓 這是毫無這個任何破綻的全面性的 進行這個圍堵了 那這些做法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最後的結果就是 逼得中國大陸走出自己一條路 就ASMO你不賣給它光科技 它自己做光科技 講難聽點 中國大陸的逆向工程技術也是很厲害的 你以為它不能夠做出一個 ASMO的光科技出來嗎 連ASMO自己的公司都已經表達過說 現在它也許做不出來 但是很快它就會做出來 所以你看從光科技到晶片 到各個層面 當中國大陸決定要自己發展自己的產業鏈 走出自己一條路的時候 到時候你美國要再對它做任何的限制 就會有很大的困難 而且我要講更重要的一個重點是 進行這個科技的圍堵 或者是貿易的封鎖 有一個關鍵是中國大陸的絕對優勢 就是市場的大小 就這個市場 我中國大陸市場就這麼大嘛 你今天不斷地對我做圍堵做打壓 可是我市場這麼大 你沒有辦法去限制我的市場 當市場大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為什麼 這個華為海市的出貨量會提高 市場率會提高 因為當華為成為一個愛國品牌的時候 大家都要用華為 那當然就會有更多的機會 給這些廠商了 是 我們回到這份報告當中 我們來看到這個數據 子光展銳一軍突起 它是以2600萬顆這樣的出貨量 年比暴漲64% 這個增速真的蠻驚人 成為了前五大的智慧型手機 處理器廠商當中 速度最快的黑馬 那子光展銳的智慧型手機 這個晶片的出貨量 前三大客戶分別就是 華音、Realme還有聯想 它的佔比 您從圖卡上可以看到 分別是51% 17% 還有16% 那此外中心的佔比 也是有9%的 好 我們另外還要來看到的 包括說這個子光展銳 董事會日前表決通過這個新一輪的股權融資 說這個金額是超過了人民幣40億元 上次我們要請教您怎麼看說這個子光展銳 它的手機晶片的出貨量大幅的增加 我想子光展銳現在我們可以在這方面來講 應該我們可以 確實可以定義他大概中國大陸的第二名 所以他發展性是確實不錯 我們知道子光集團其實在2021年當中 因為他的前CEO趙偉國 他也歷經了一些 因為先前中國大陸的國家的發展的基金 那麼投注在子光非常多 他很有錢 他到處收購 亂收購一大堆 所以最後當然搞得他曾經一度跑來台灣說要收購台積電 當時說那個大話 大家都是變成一個笑談 可是他就過度膨脹之後 後來就當然發生很大的問題 在2021年整個子光非常非常多的公司 最後整理重整到七家公司 而在其中七家公司當中最受瞩目的 其實是子光展銳 那麼子光展銳在整個重整之後 事實上在2021年的部分 他整個在生產晶片的部分的成長 就成長超過了148% 所以他真是這樣子 這家公司是從2G 3G的晶片就開始在做 粗粗超超的做 但是一路做上來的部分 在其他整個子光集團 有些其他亂七八糟的東西 他還是做得蠻紮實的 主要重點是 他先前的 在兩年前才剛剛換掉的 2023去年才剛剛換掉的 換掉一年的這個叫楚慶 他原先的CEO 應該是非常關鍵的 他非常的專注在整個做SOC 也就是說SOC就是Software on Chips 它的概念就是說 把所有的晶片當中的這種5G需要的功能 有點像我們的聯發科 就是它就是一個整合性的晶片 功能很強 然後小個大碗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都是像realme這些 應該想說是二階的品牌當中 就會大量的採用 而且技術發展的相對穩定 所以到目前為止 它整個募資的狀況 也募資百億要尋求上市整整的 大概每一季大概都有10%以上的成長性 當然我們要跟聯發科比他去聯發科當中 還有很長一段路遠 但是他作為中國大陸 我們現在看到的在內需市場上當中 自己發展成長 而且他現在自己也放話說 他接下來要朝4nm或5nm當中的 整合式晶片的方向來往前走 這個確實不是大話 而且剛剛講說 因為他去年換了一個新的CEO之後 那麼他並不是人事鬥爭 雖然股權在去年有一點股權的爭議 但它的集中性來講 看起來是有更新的突破 目前市場的反應是很正面的 日經在最近他們做了個專題報導 這個內容是 美國政府對中國大陸華為的出口禁令 已經5年了 但是實際效果卻很少被討論到 而在每年都會拆解100種電子產品的 日本半導體調查企業 叫做TechAnalyte 這個社長叫做清水洋智 最近他語出驚人的表示說 中國大陸晶片的實力已經達到 只比台積電落後三年的水準 清水洋智就端出了 兩張半導體的電路圖展示給大家看 他說它是有憑有據的 第一張就是2024年4月上市的 華為Pura70 Pro 這個智慧手機的應用處理器 另外一張圖是2021年 到2021年為止的高性能智慧手機的應用處理器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呢 最新的應用處理器就是 麒麟9010 由華為旗下的海思半導體設計 而是由中芯國際來負責量產 但在2021年的應用處理器 麒麟9000 這是由海思半導體 同樣是海思來設計 但是是由台積電來負責量產 結論就是 清水洋智說 雖然在量率上看得出來是還存在著差距 但從出貨的半導體晶片的性能來看 中芯國際的實力已經追趕到 比台積電只落後三年 雖然說這個麒麟9010 是由7奈米製程做出 但是它可以發揮 像台積電用5奈米製程所做出的 麒麟9000相同的性能 好 在量率上的問題 當然這個清水洋智它說 還有待加強 但是怎麼樣來補足 這個量率差距的問題 要是如何來解決呢 倩倩您覺得 我覺得再補一下 它特別比的就是說 2021年是用5奈米先進的製程 可是這一次用的是7奈米 所以你看我們前段一直在說 你要在7奈米5奈米這邊去卡它呢 不一定可以卡得住 其他的設計可以越過 並且現在這個晶片它寫的是說 118.4平方毫米 所以它已經大量的增加它的能力以外 我講一下量率的意思 今天我是一個專門去為人家代工的 我的量率很低的話就沒有人買 我就要賠錢 所以對台積電來講 量率非常重要就是生死 可是今天在麒麟的9010的地方 你看到它現在大家在討論 一開頭我要買你7萬塊的是誰 TikTok 百度 中國移動 是內部市場 這些公司他們願意出的價錢 可能不只是一個市場的價錢 我覺得他們可以把研發的價錢 也放在裡面 這是第一點 所以對於大陸的芯片製造商來講 比如說麒麟 9010 它一開頭的市場風險沒有那麼大 第一點 第二點呢 因為你有一個非常龐大的內部客戶 他們已經開始給你定義了 他要下什麼單 買什麼東西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你的整個的設計就可以跟著往上走 它就可以更深地去服務這些客戶 而且那個費用 您剛剛講說已經把try and narrow的這個費用 大家會說這是非市場 可是我覺得在美國以前報價 給別人賣很貴的時候也是一樣 就是叫做learning curve 就是我一開頭有很多的研發經費 我是把它放在裡面的 台灣和其他的地方買的晶片也好 我們買的藥品也好 都是有研發經費的 所以第一個是這樣 所以它的良率對於麒麟 9010的商業成功與否 沒有絕對的關係 那第二點更重要的是 麒麟 9010不只是剛才講的那些數字很厲害 它整個是對標了H100 並且它甚至對標了H200 就是輝達的 當時大家記得美國不讓輝達賣比較高階的芯片給大陸 比較降龜 H100不准賣 要它們變成H20或者是B20 都是一個降級降龜的產品 那當然你在一個非常龐大的一個設計裡面 你可以放多幾個 可是9010已經是對標100 甚至有些地方可能可以達到H200的類似的結果 我們只能說可能是因為H200的Spec 跟9010的Spec 現在還不確定 但是至少它已經是對標9010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中國大陸作為 無論是AI也好 未來的新的領先科技也好 現在所做的 不是在後面緊緊追趕的 現在已經是 以前孫中菜先生說的要迎頭趕上 它在很多地方它就對標比較先進的 甚至對標它下一代的產品 那相對的 如果我們回頭去看剛才講的Intel 我覺得Intel的這個CEO當時是講說 5 nodes in 4 years 就是4年內我要出5個重要的產品 其中最重要的是未來的是18a 18a從今年年底2024年要量產 已經延到明年 所以說它最先進的這個18a 到目前為止是有一點問題 因此在它股價大跌之後 它回來向市場解釋說 我18a其實已經做得還不錯 所以兩邊現在比的就是硬實力 硬科技 沒有什麼去花拳繡腿的空間 就是你能夠具體拿出來是多少 那如果別人卡的那個芯片的部分 已經突破的話 那我覺得剩下就是比的設計製造 對 那這也是原來像Intel跟ARM 它們能夠獨霸全世界的理由 因為全世界原來用的架構 是Intel的架構 是ACON Computer最早的ARM的架構 那現在如果大家能夠越過你的架構的話 你原來從架構的這個上層架構 移入到設計製造 封裝測試組裝的這個霸權 就會受到挑戰 所以拉回到台灣的台積電來講話 像您剛剛提到 我們就必須要趕快加強硬實力了 雖然說現在 如果是以這個日本的社長來講的話 領先三年 可是其實也要趕快再加緊腳步 目前仍然領先的台積電 我們今天看到是這個禮拜 日本熊本縣的知識 牟村進他到台灣來訪問三天 行前他就透露說訪台期間 會到台積電總部 他也再次表達希望台積電 在熊本能夠再蓋第三場的意願 結束訪台行程當天 他再次強調 台灣除了製造方面很強以外 像研發教育 產官學的結合都有非常大的力量 所以才造就了台灣成為 世界半導體製造領先者的地位 當然在台灣因為要爭取第三場 所以一定會稱讚一下台積電 但是我覺得想請教江老師的是說 我們從台積電自身的考量 必須還是要拉回到自身的角度去思考一件事情 尤其在全球戰略這個佈局上面來看的話 您怎麼看現在台積電在日本的佈局 最近台灣非常非常的紅 其實上個禮拜不只熊本的知識來了 廣島的知識大分的知識也來了 那我前幾天也去台灣的一些半導體廠去跟他們聊 他們說其實從這個月的月初 日本的金產省來了 北九州市的人也來了 那甚至前一陣子 石破帽在這邊宣布參選 那石破帽也來了 其實下個禮拜 Semicon Taiwan 北海道的副知識也來了 那大家其實都很希望 台灣能夠把一些半導體產業 可以帶到日本去 熊本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那我也跟我日本的朋友聊到 說他們小時候讀的教科書 就說因為熊本的水很好 所以熊本非常適合做半導體 那這是以前的思維 那我在想其實 因為當時Sony跟台積電的關係 所以導致 今天台積電他們叫JSM Jasmine 在熊本落戶落腳 好那我們現在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Jasmine她的客戶 主要還是在電裝還是在 Toyota系統 也就是所謂的 28奈米的CMOS的成熟製程 那台灣的所謂的台灣的產業 有沒有機會過去 我覺得問題可能有點困難 因為畢竟你不可能 為了去做這個廠 把所有整個台灣的產能移到 包含周邊的產業鏈 移到熊本去支援他們 但是現在不可能 但未來有沒有可能不知道 老師你點到一個重點 因為其實除了台積電去日本以外 其實大家沒有看到的是 因為這整個晶圓製造 它是要有供應鏈 是 所以去的難度 為什麼會那麼困難 主要的話台積電 以台灣來說的話 你如果 第一個 材料的話 台灣還是很多都是買日本的 那氣體 台灣還是買日本的 所以日本當地的供應鏈 是OK的 那再來整廠 在造建廠的時候 他們其實都用日本的供應商 那加上日本的法規 比較困難一點點 包含說他們的建造 他們的店 還有他們的一些所謂的配管 他們都需要有專業的證照 都必須得是要日本local的 的公司 那所以建廠的部分 目前還幾乎都是給日本公司 那台灣有一些所謂的配管廠 有過去日本了 開始 確實是有過去 那再來回到設備商 設備商的話 可能也是在台灣做好 然後再賣到日本的熊本廠這樣子 那你要讓整個設備廠的 在熊本落戶 我覺得又回到剛剛那樣子 其實量沒有那麼大 那落戶過去 成本考量之下 不見得會划算 那再加上 因為台積電過去 那所以他們以前很快樂 那今年發覺說 那我水會不會有問題 那其實台積電 它號稱就是說 我一滴水 在裡面用了20次 所以基本上 在台灣經驗來說 我覺得水不是什麼問題 那再來是土地 那熊本大家都知道 它是個農業大縣 那如果我台灣的廠 在過去那邊再設廠 它其實都是農業道路 它沒有辦法像竹客這樣子 我曾經聽一個笑話 是真實發生的 就是熊本都是 反正就是農業縣 他們都還蠻悠閒的 慢慢開 在開田間道路 會自己開一開 會翻到田下面去 那如果今天以台積電 臨時需要找它的vendor 到廠內出現的話 那我也沒有辦法 在台積電止境的時間出現 這也是個問號 所以在日本 有可能面對面臨到 就是在台灣相同的 類似的問題對不對 可能又不太一樣 那畢竟那個算是還不是 就是完全就是 以農業為導向的線 那再加上最近房價 從舉陽廳 台積電在的地方叫舉陽廳 前年是20萬日幣一坪 現在已經漲到120萬了 所以講到科技發展 我們剛剛提到了大陸的華為 現在找到了他們下一階段的目標 最近也聽到了華為的 常務董事張平安 他就針對晶片技術發展 他指出說 大陸的晶片創新方向 必須依托在晶片能力的方向 不能夠著眼於單點的晶片工藝上 而應該是在系統架構上發力 而發揮在這個頻寬上的能力 用空間用頻寬用能源 來換取在晶片上的缺陷 所以鍾老師您覺得華為 未來能夠站穩在AI領域的 這個關鍵性指標會是什麼呢 首先我想講一下 就是說張平安他這個話 主要就是傳達了就是 現在對於這個所謂新的 這個AI的發展 到底是要走所謂的 雲端運算還是邊緣運算 那如果是雲端運算 就變成是你的中端設備 要負擔這個整個的 雲端運算的話 就是你中端設備 不用負擔這個運算的這些功能 那它就會避免過去華為 所碰到的這個溫度過高啊 或者它運算上碰到的一些障礙 那當然也就不用去買 不用去製作這個高端的晶片 那如果你是邊緣運算 就是你仍然要做這件事情 當然雲端運算有它的好處 就是它可以有這個規模經濟 它可以有更多不同的這種 終端設備可以接取到 你的這個運算的這個伺服器上 但是當然它也可能會面臨更多的挑戰 比如像說國家安全的考慮 個人隱私的考慮這些 那整體來講 我覺得如果要看說 華為的這個AI晶片 AI的這個發展到的這個成功的程度 你要用什麼指標 我覺得最簡單就看輝達 那個大陸買越多的輝達 就表示華為的發展仍然 大家認為還不確定 當然大陸買越少的輝達 那當然就表示說 華為的這個發展呢 就是其實已經上來了 特別還有一個中間的指標 就是輝達的價格 因為這段時間輝達 因為華為的發展起來了 所以輝達也開始降價 所以整體來講 輝達的供貨量跟價格 這些都會是影響到 都會是可以去看到 華為AI發展的這個程度 英特爾最近對外申報 他們的董事之一 同時也是半導體業的大佬 在半導體界呢 每個人都大概知道 他這個陳立五 他退出了英特爾的董事會 來看他的資料 這個陳立五 他曾經擔任過 易华電腦執行董事長 還有執行長 同時他也是 華登國際創始人兼董事長 跟中國大陸中心半導體 這些業界的人士 關係非常密切 而業界甚至傳出說 現在包括連 英特爾的執行長 基辛格也可能會 遭到逼宮下台 像CNBC的知名主持人 Jim Cramer呢 他就公開抨擊 他說英特爾的管理層 必須下台要趕快 重新改組 不然英特爾就完了 那現在 基辛格也被點名 英特爾現在面對 可能是一場海嘯 或者我們講說 他們要怎麼樣去面對這場大地震 像是你覺得 除了一直以來 講說 補助補助一直是他們的致命 因為別人有補助 可是他們呢 他們其實也有補助 可是 這個光靠補助就能夠挽救 先講到陳立武 覺得台灣對他不太熟 可是他其實在巴黎年代 其實也就是很早一批 尤其他亞洲人 是這樣子我簡單講一下 不講說他在美國的 現在我們都知道 馬來西亞新加坡 又在做半導體對吧 我們都搞不清楚 台積電沒去投資 其實關鍵是陳立武 都跟陳立武 都跟陳立武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亞洲地區 不是只有台積電 或三星 東南亞地區都跟陳立武 有很直接的關係 所以是他的角色 為什麼這次被提出來 當然現在是這樣子啦 英特爾很慘 指標性的慘就是 股價剩20塊 今年年出的時候50塊 腰斬 再腰斬 你看這是什麼概念 可股價當中代表其實就是市場 也就你已經做了那麼多事情 你裁員了一萬多人 你有很多的部分都改變你 然後你到處先前吹牛 德國 日本都說你要建廠 然後都卡在那裡 所以這個部分到底怎麼辦呢 所以他當然最後 你最後一路一路檢討 財源該做的節省都做了 股價還是對你沒信心 華爾街的股市不代表美國耶 是全世界都對你沒信心的情形之下 所以這個壓力接下來當然就是CEO了 基金格當然都知道他很嗆挑釁 那麼最近雖然比較修煉一點點 然後他也有恃無恐 因為他畢竟是美國政府的掌上明珠 但我覺得是這樣子啦 就是說如果他換掉等等 Intel不會倒 因為他還是現在在半導體科技的專利 最核心專利其實Intel 所以Intel當中要做2奈米 甚至1奈米對他來說都不是問題 但他缺什麼不像台積電 有一個製造工藝 台積電有建廠的整個技術供應鏈 Intel沒有 所以Intel很多東西在地都找來找去 台積電要哪來 台灣的廠商絕不都一起去 就是這些年Intel或這些高澳的 或美國的這些企業家資本家 他不會去建你底下的這個團隊 管理文化是基辛格最大的致命商 看起來有可能他會因此而下台 OK 但是問題就是啊 基辛格如果被換掉之後 這個問題到底能不能解決 現在感覺好像是問題 認為是基辛格的問題 所以就換人 想辦法先找戰犯再說 說到了半導體 中國大陸海關總署 有一份數據報告顯示說 2024年前七個月 中國大陸進口的總價值 將近260億美元 約達到台幣大概是834億元的 半導體設備 創造了同期最高紀錄 而中方企業進口的半導體設備 主要是以Ismall還有應用材料 還有就是東京電子這些供應商 用來製造成熟製程的技術晶片 相關的這些導體設備 那現在看到的是大陸廠商 不斷持續的強化採購 吳月老師您覺得 是不是因為要趕快先佈局 及早應應美方有可能會 越收越緊的這種圍堵 這當然是原因質疑 其實不僅是今年上半年 我們看2023年就很清楚 你看看按照2023年 國際半導體協會他們做的統計 就是全世界有關於半導體設備的銷售 全世界大概是下滑了6.1% 這是下滑了6.1% 但是中國大陸一個地方 它是上升了42% 全世界平均是下滑6.1% 它是上升了42% 那42比重是什麼 就佔了全世界大概所有的 設備銷售的43% 那今年在這基礎上 當今年不堪 那第二個我們來看 大概就很清楚的 那為什麼這種方式 你如果看2024年今年為止 大陸大概會有將近有所謂 32座的這樣一個 我們所講的12寸晶圓 那這個當然大部分都成熟自成的 那加上如果原來四座來講的話 那大陸方面大概就有將近76座的 這樣一個晶圓廠的嘛 所以它大概用兩個方式嘛 第一個當然廣激量 希望什麼 希望能夠透過市場 慢慢自己摸索 能夠什麼 能夠自主創新 第二個就算不能自主創新呢 它也希望能夠所謂的 塗滑煉鋼 來塗過美國的這樣封鎖嘛 所以我們看到中心半導體 雖然先進制成它就被限制了 但是它就用不斷的重複曝光的方式 來所謂來進行突圍嘛 那這樣一個重複曝光的方式來講的話 相較於一般正常的 這樣一個先進制成 它是品質上是沒有競爭力的 成本是比較高的 但是它至少技術上已經完全突破了嘛 這種卡脖子嘛 所以中國大陸大概是全心全意的 你看它從這樣一個半導體的設備 所以我們大概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半導體市場 現在連美國也講嘛 成熟市場來講的話 基本上來講的話 包括大概是中國大陸會獨佔的 其他大概某種程度來講 連台灣的成熟製程大概都很難的 當然那先進制成來講 台灣台積電來講 還擁有所謂絕對的優勢嘛 所以大家都看到說 半導體這個部分成熟的製程 跟先進製程 或者說差異化的 跟一般的所謂量產化的 那這個市場上都很清楚的嘛 未來70多座 這個產能可見是非常會驚人 一定過生的 對 成熟市場一定會過生的 對 那所以說到了半導體 這個財富雜誌2024年 他們首度推出財富中國科技500強 有一個榜單 好 這個榜單裡面就看到 包括華為 比亞迪 寧德時代 阿里巴巴 騰訊 小米 百度 都入選 值得注意的是 大陸半導體廠在加速 採購半導體生產設備 那麼除了預計在2024年底之前 剛才提到 有18座的新晶圓廠要投產 那麼未來幾年還有十幾座 剛剛想說 夯 這樣加起來 新建的再加上已有的 這70多座 另一方面呢 拉回到台積電這邊來看 2024年台積電 第二季的業績超標加上創高 最大工程就是高價的 3奈米跟5奈米的製程 現在是產能滿載 第二季 3奈米跟5奈米佔營收 比重達50% 貢獻了新台幣大約是3367億 光是上半年就帶來大約有 6093億 這個也是非常可觀 所以目前看到 中國大陸也在加速他們的半導體佈局 有哪些現在看到的半導體搶商 有可能會成為未來成熟製程的重要玩家 講成熟製程 我給各位一個數字 就是在2022年左右 大陸佔成熟製程的市場比大概是19% 然後有一個就是還沒有公布的數據 大概今年2024可能會超過一半以上 被大陸給獨佔 這個部分其實會不會影響到台積電 應該多少會有一點點 但是對台積電的核心業務 我覺得不會有太大的威脅 因為畢竟台積電是在做所謂的高速運算 就是先進製程7nm以下的 我覺得可能各位要比較擔心的事情是 半導體不是只有邏輯半導體 它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包含記憶體 包含化合物 還有包含邏輯 其實要擔心的是大陸它在化合物半導體的崛起 那化合物半導體會用在哪裡 就是現在缺的電力 那大陸非常非常多的所謂的電力的基礎建設 那包含電動車 還有包含我們以前 以前我們的 各位還記不記得以前我們的那個什麼 筆電的充電器這麼大一天 現在這麼小一個 就可以充筆電充手機充平板同時充 那這個都是因為化合物半導體開始出來 讓它的寬帶比較高 所以它就可以比較大的電力去做傳輸 然後它也會比較不會發燙 那其實這個東西我覺得是應該要擔心的 大陸這個非常非常的強 那台灣還是在邏輯應該是 邏輯半導體應該還是世界第一 這是我覺得可能需要關注的地方 OK 所以現在看到台積電現在專注在做更精密的 就是說更先進的製程 包括我們剛剛講說三奈米五奈米 可是因為投資金額是非常龐大 很巨大 那當然也只有台積電 目前看來也只有台積電能夠回收 不然的話其實是 對於這個企業來講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所以您覺得台積電後續在先進製程 如果要持續保持領先優勢的話 大概要先怎麼樣做一些佈局 我覺得台積電現在已經走到一個 因為你東西越做越精密 你設備投資越來越貴 所以你的入行門檻會變得非常非常高 你必須得勞力密集 資金密集 技術密集 你所有東西都聚集在這個 所謂的先進製程裡面 那反觀你看Intel 它其實它是IDM它什麼都有 從設計到製造 然後到最後產品它都有 為什麼它會玩得這麼慘 其實它的代數它是從一路這樣一路做下來 它甚至到7nm以下它都是OK的 為什麼它會這麼慘 那我們再換到我們附近的好鄰居日本 它突然Lavitas這樣跑出來 要從2nm開始往下攻 Intel都可以完成這樣 那Lavitas有機會嗎 那所以我覺得說 真的還是要顧好自己熟悉的領域 我覺得會相對於安全 台積電的這個制勝關鍵 就在於它的專注 這樣聽起來它的專注 那Intel的話其實它分散 太分散了 其實一個比較好玩的是 Intel現在要起死回生 其實它後來把晶片的代工 又交給台積電 你應該可以用這個機會來練兵的 但是你卻把這個機會給台積電 您覺得Intel要怎麼起死回生 我覺得很難耶 很難 現在看不出來有什麼樣的解放 以前其實我什麼都可以做 那現在的話 我每做一個東西四個部分 我現在要工製成 結果這東西這麼貴 而且我又到處蓋廠 又想說我可以去佔四佔率 結果發覺說這投資根本下去 以前講EUV一台才1億美金 現在變7億美金 一個工廠不是只有一台就可以運作的 中美兩強的競爭 科技絕對是關鍵 在AI這條賽道上 最近有一個大消息 就是中國大陸的互聯網企業 和電訊運營商一直在測試 華為新一代的晶片升騰910C 而外傳這款晶片可以媲美 揮達在去年推出的H100晶片 而從華為最近和百度中國移動 還有字節跳動這些潛在客戶 初步的談判顯示 華為的訂單可能超過7萬個晶片 總值大約20億美元 高達600億台幣左右 產業研究機構Semi-Analysis 的分析師叫做Dylan Patel 他就分析說 升騰910C的效能是有望優於 回答的B20的 好 但是要問的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按著成本效益的方式 來思考的話 因為必須要量產 你必須要製造大量 你才能夠降低成本 所以按照這樣的原則 就必須先考量到的是 美國還有美國的盟友們 這些盟國們 目前以及接下來 在限制銷售中國大陸 在先進製造晶片的 這個設備上的做法 所以大使 您研判接下來 可能會發展是如何 那美國就是更加強 對中國大陸的科技管制 縮緊 基本上的目標 美國人做的事情 就是目標設定以後 就是想方法 不會因為方法出什麼問題 把目標改變了 這是它的目標管理 目標就是不讓你 不讓你在這個AI晶片上 你可以自己生 高端的晶片 你自己生產 而且把你的這個供應線 供應線把你打斷 就是不讓你在這個行業裡面 跟美國的產品 產生競爭力 第一個是讓你買不到 第二個是讓你造不出來 造不出來 現在造不出來的話 現在造不出來的話 關鍵的這些生產設備的話 一個在日本 一個在美國 日本就東京電子 它的光刻膠 那看起來日本人 配合度不太高嘛 對 那個獨門絕活 他如果說把中國大陸的市場斷的話 他自己 也要考量自己利益 那ASML看樣子也是怎麼講 也是抗拒的很厲害 對 可是美國的趨勢是進一步 對這兩個公司施壓 那讓你拿不到 不過很奇怪就是說 其實去年這個 這個Mate 60 Pro出來以後 那個深層 那個是9100吧 那個就是 70 70 9100 那時候美國人 就已經把它都拆出來看了 發覺就是中國自己設計 自己生產 那問題它有達到7奈米 那以我們的瞭解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 極紫外光刻機的EPU的話 那你是生產不出來的 所以到底它用 它用這個 所謂的深紫外光刻機 怎麼製造出來的 有人說是什麼 重複曝光 有人說是什麼堆疊 跟好像還是莫中意思 問題就是中國大陸生產出來了 而且現在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就產業來講的話 美國跟美國的盟友 他現在施壓給盟友 然後要求包括我們剛剛提到 在晶片生產設備上面縮緊 未來只會更縮緊 可是企業端這邊的考量點會是 我要生存啊 我的國家這個產業 包括像是我們講說 荷蘭的ESMO 它也必須要去做生意 所以它會不會推出一個是 比如說 我們常聽到一句話是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各國也在思考對策 其實這個 這個 揮答就是這個 特供晶片 H100就是 全能為中國大陸設計 對 對不對 那 ESMO好像沒有這麼做 而且 問題就變成說 我給你的是 就是說 深紙外光 不是極紙外光 你是不是最先進的設備 你也可以造出這種 所謂先進製程的 這個光 這個 晶片 晶片的話 那美國就是說 那你就既有的 已經中國大陸的 譬如說中芯廠 它已經拿到你的光刻機的話 你就把它 讓它那個機子給我停下來 你的這個零件維修 後面零件維修 你就給我斷掉 它就斷維修 這樣你的機子也不能動 所以呢 這個是ESMO它只要考量 那ESMO它只要考量 就是說你是要得罪中國大陸 還是得罪美國 那看起來是得罪美國比較嚴重吧 對 那我想兩個同步 美國也在加深加強 那麼中國大陸 像華為自己也在搞生產吧 對 那中芯的技術上 也是在尋求突破 那中芯說是這個 梁孟松 這個我們台灣的這個 這個 這個芯片製造奇材 它這個突破了 用這個 就是說的 生紫外光機 就生出來 就可以製造出7奈米的晶片 對不對 那是做到啦 那後來就講說 它能不能量產 可是問題就變成Mate 60 Pro 跟Mate 70 Pro都出來了 好像也沒有什麼供貨不足 所以我們說呢 政府有政策 產業有對策 那現在對回答來講的話 他們也必須思考 不然的話就要被人家追上來了 目前市場上的焦點已經轉向 回答在8月28號即將要公佈的 2025會計年度第二季財報 那麼市場解讀說呢 回答的財報可能需要超出華爾街的預期 這股價才能夠延續動能走升 根據UBS瑞銀的預測說 揮答營收預期大約是在299億美元 而在下週三呢 8月21號在台北這邊 即將要登場的是 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 這也是第一場由機器人管理機器人 也就是AI in IA 作為主軸的展覽 預估呢 預料這個揮答執行長黃仁勳 也可能會再度到台灣來 而黃仁勳曾經點名過 43家台廠供應鏈 這次看到這40多家的 台廠當中也有10多家參展 完整呈現了NVIDIA AI機器人的合作生態系 江老師我請教 現在看到的是 AI機器人 會是 您覺得會是兼顧 我們剛剛講到AI 科技升級 還有包括市場前景的 一條新的賽道嗎 其實看這個新聞 可以想像下禮拜二之後 很多股票就會開始 AI概念 漲得亂七八糟 前一陣子是先進封裝等等的股 所以就變成說 創造一堆標股 黃仁勳的股價也變得很高 回到這一題來講的話 其實講AI這個東西 跟機器人到底有什麼關聯 各位回想到之前 前一陣子的Computech 它其實一直在不斷的強調一個概念 叫做數位分身 或者是數位軟身 就是Digital Twins的這個概念 那其實這個概念最早是在NASA 他們當時在開發飛機 還有開發航空載具的時候 它用的數據化的管理 那我透過收集數據化的這個過程中 就可以知道 當下判斷說我哪個地方可能有問題 哪個地方是需要改良的 那當然在現在有AI的輔助 再加上一些比較高算力的超級電腦的輔助之下 那我可以再收集 第一個我先收集資料 那收集完資料之後再來分析資料 然後最後再來到我產業端的應用 那這三個東西呢可以變成怎麼樣子 像比如說我的供應鏈的問題 比如說我人手不足 或者是我去海外設廠 我要怎麼把我整個參數 在台灣可以遠端遙控去 再讓這個工廠能夠用最少的人 然後達到跟在台灣母廠一樣的運營模式 其實就可以靠這個方面去做遠程的去遙控 那這是第一個應用 那第二個話再來就是說 比如說我的在我的參數收集上 我就可以在不斷的在做的過程中去做試錯 去把以前我們的叫做工人智慧 開始慢慢變成能工智慧來提高產 來提高我們的那個整個產品的兩率跟產量 那大概我覺得目前可能會朝向這個方向 而不是像我們可能看科幻電影裡面很多AI 很多機器人 那並不是這樣子的 我覺得它可能會用在可能就是台積電之前 也提到的一個概念叫做Funtory 2.0 我覺得可能會未來會朝向這個方面去走 OK 其實現在大家都會講到說 只要冠上AI 比如說AIPC 我們今天會聊到 AI手機 還有包括像AI機器人 那當然現在AI會不會是未來 中美兩強對抗一個新的賽道 大家都非常的關注 那說到的AI 當然要搶到是大量的專利 日經的專題報道最近就顯示說 中國大陸在專利這個部分 從2018年前後就開始大量的申請專利 而這是在美國和其他地區看不到的趨勢 根據世界五大專利局 包括像日本專利廳 美國專利商標局 還有歐洲專利局 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 以及韓國知識產權局所提供的數據 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的生成式AI相關專利的申請件數 有三萬零一百二十四項 遠遠超過了美國一萬兩千五百三十項 幾乎看起來中國大陸是美國的一倍多 那中國大陸的專利 如果按照企業跟組織來看 第一名是百度的五百七十五項 第二名騰訊控股五百六十一項 而這兩家企業共同構成的BATH 華為技術還有阿里巴巴集團 也申請了有100項以上 申請數在前十名的 都是中國大陸國內的企業跟大學 也就是說透過產學合作 在生成式AI專利上 現在是感覺大步的快跑 師總怎麼看這個背後所隱含的 產業戰略思維 我覺得剛才主持人講的大步快跑 這四個字的確是關鍵字 從美國的一二五三零這個數字 對比中國的三零一二四這個數字 的確是大步快跑 但是我要問的說 快跑的同時 這代表的就是遙遙領先 還是集體直追 所以我們還是要來看數字 從2002到2019 事實上在美國申請AI的一個數字 量非常大 大概累積了279145 在這段時期世界各國 包括中國大陸日本 整個總體的量 事實上只佔美國的20% 所以我們對比2002到2019 以及2019到現在的一個數字 我覺得中國大陸是集體直追 還不到所謂的一個遙遙領先 那事實上 你用說在美國申請的AI專利的數字 就是對比中國在AI 申請專利的數字呢 這裡面有一件很大的變數 就是說 申請者不一定是 是美國公司 中國公司也可能是在 向美國提出申請 美國公司也可能在中國 提出申請 所以這個數字 如果你只看這樣的一個絕對數字 只有反映了說 中國市場的需求 跟美國市場的需求 這並不代表中國資本 或美國資本 在這個產品上面的一個表現 是 所以比較有意義的是 剛才主持人另外提一個 比如說百度 他一年就提出575項 這個的確是一個很驚人的數字 不過我們還是要相對來看 575到底多大 我很喜歡秀我的這個 Bloberry的手機 因為我比較懷舊 Bloberry擁有的專利數字多少 他現在還擁有的有4萬多 但是他賣出去的 就是從歐巴馬拿著他的 Bloberry手機 登上空軍1號的那張照片 到現在他賣了3萬多 對 所以他曾經擁有的 現在擁有過去擁有 總共就7萬多 500多比起7萬多 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有在在放的集起直追 集起直追還要看內容 我們看看百度 譬如說過去他兩年 他申請的一個專利 主要在哪方面 自然語言的processing 機器學習的運算法 語音辨識 自動的自動駕駛 導航以及感應這方面 另外一個比較最重要的就是 Cloud Computing 還有就是 Vehicle Communication to Everything 就是從汽車 汽車作為主體 跟各個IoT的一個項目的 對換這樣的一個專利 這可以看到是什麼 事實上就是說 百度它已經走向了 不只是技術上的專利 而是在應用 這個應用我指的是商業的一個應用 一項技術出來 我們首先要有一個Prototype 然後接下來是一個成品 成品不一定是商品 商品就是Commercial Product 商品化 對 你要在市場上 你要發展出你的一個商業模式 你在這個技術到成品 到你的製品 然後才能存活下來 所以呢 百度在這方面商業應用 我們從它的專利的一個項目 可以看到說 事實上它已經是走向了 跟它的整個商業模式結合 所以這樣子來看 技術不如人沒關係 但是從它的專利的表現 可以看到說 它在商業市場上 正打出一片天 所以可預見的是說 中美未來在爭取這個 誰當AI新霸主之前呢 可能它會進行的是一場 所謂的專利戰 那當然這個 剛剛講到說 錯過產學合作 中國大陸這邊呢 不斷去爭取很多的專利 因為專利我先拿到了 我先申請了 將來你如果要使用 這樣的技術的話呢 你必須要我的授權 不然就可能會衍生成 侵權的問題 那再來大家講到的專利呢 中方大量申請 集中在專利分類 G06N3 這比較專業 這個其實就是 基於生物學模型的 計算機系統 在這一點上面 跟美國是如出一側的 那另一個特點呢 就是從2022年前後開始 在G06V10 圖像或視頻 識別或理解的這個佈置 這一塊呢 倒是在美國 韓國 歐洲 跟日本都沒有出現的傾向 而日本的總數是 跌到了第五名 原因是什麼 江老師你覺得呢 這一個專利分類 我們用大家民眾 比較可以理解的 就是這個所謂的 基於生物學模型的 計算機系統 它其實可以比較 讓我們 就是類似於類神經網路 跟語言模型 就有點類似 像現在大家比較夯的 ChatGPT的這種 算是聊天的這種 這種專利 那大陸發展這個東西 他們可能有一個先天的缺陷 就是說他們在做語言模型的時候 其實很多詞彙是不能用的 所以我覺得這可能會是他們相對的弱勢 那再來看專利的數量來說的話 目前大陸大概有三萬多 那美國可能只有一萬兩千多 那其實差了2.4倍左右 但其實你仔細看專利的所有權人 可以發現說其實大陸最多的所有權人 它是百度 那再來是騰訊 接下來都是大學 那比如說西安電子科大 浙大 還有華南理工大學 跟那個電子科大 還有杭州電子科大 跟武漢大學 所以基本上可以發覺說 這麼多的專利數 其實它都是學校自己弄出來的專利 那到底未來能不能產業化 我覺得這個可能我們要打一個問號 那畢竟這可能只是目前申請中的專利 到底最後核定多少還不知道 中美霸權之爭達到海底了嗎 全球有95%的洲際數據傳輸 就是透過海底電纜來完成 所以海底電纜就成了美中科技戰的核心戰線之一 那我們來看到華爾街日報特別用專題報導 說華為的子企業華海通信拉了9萬4千公里的這個海底電纜 再包括了非洲、歐洲、中東、南亞、東南亞等地 有134個已經完成的項目 那按照華為過去的發展 他說很快就會追過很多的公司 並且搶走市場 過去在海底電纜的這一塊 美國確實擁有全面性的優勢 但是外界也在推測說 按照北京一向都很習慣打這種超限戰的模式 華海通信透過了政商合作 尤其是您看到跟這個三大國有電信、營運商的大力支持 所以它降低了製造還有鋪設海欄的成本 要用這種掠奪性的定價策略來搶佔市場 好 華老師你怎麼看說這個海底電纜即將成為華為 他們要全新發展的全球事業 我們先看更高一層 海底電纜到底被視為什麼東西 基本上只要是有一點能力的國家或有需求國家 都把它視為是國家的關鍵資訊基礎建設 而且它是很重要的一塊 因為剛剛也講了95%是海底電纜的在運送資料 現在當然你看到什麼星鏈計畫等等 但是這個不只是費用高 而且不是每個國家都承擔得起 像我有個朋友在非洲 他因為這個網路訊號不夠 他被迫去買星鏈 一個月在非洲 他的一個月花費應該就是一百多美元了 只是星鏈 而且還有那個數據的限制、量的限制等等的 所以它其實不是那麼的方便 更不用講說它在這個傳輸過程中一樣 可能會有被截取的可能 好 那講回海底電纜這一塊 華為其實它的這個華為 它叫華為海洋通信公司 它現在是全世界應該第三到第四大的 這個海底電纜鋪設公司 而且它搭配著華為的5G的技術 所以這個海底電纜跟5G的技術 還有它相關的這些基礎設施、程式等等 如果是一套模組的話 其實一直有人在講 萬一美國全面的抵制華為的5G 跟它的盟友一起的時候 華為或許可以發展出自己一套 華為自己的5G加海底電纜 還有它整個軟硬體整合的系統 那這時候你用華為 特別像譬如說非洲的一些小國家 你繼續用沒有關係 不用擔心美國要求你去買美國的那個比較貴的東西 這個是當然沒有發生我們不知道 華為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呢 華為不會告訴我們 但是確實是美國擔心的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從2012年開始 已經處處在防止華為取得比較重要 關鍵性的這些海底電纜的鋪設 有成功的有失敗的 因為時間關係我們沒有時間細講 但是很明顯就是說 現在衛星還沒有辦法取代海底電纜的這個時候 如果華為它自己可以有個自己的體系 然後它的成本又低 再加上華為像美國懷疑的 如果它可以有自己的海底電纜訊號傳輸的監控設備 甚至在必要時候讓訊號可以反傳輸回去 必要的時候美國會擔心 但是美國擔心人家是為什麼 因為美國自己知道自己也做得到 然後它還有它自己像海狼級的潛艦 當然俄羅斯也有啦 他們可以接近海底電纜 據說可以截取電纜裡面的一些相關的數據傳輸 然後大家都害怕對方會這一招 所以美國千方百計阻擋華為 但是華為現在的海底電纜的事業 它從亞非歐等等處處下手 我看美國現在沒有辦法即時的防止 好 說到美國的行為 我們再來就要看到的就是Google的這項計劃 Google在今年的4月宣布一項 10億美元的計劃 說要打造兩條連接 劇本關島和夏威夷的海底電纜 那這項計劃還是由岸田文雄跟拜登共同宣布 傳出說本來有一條要繞過香港 但是美國覺得有問題 所以到了台灣菲律賓就停下來 看起來像是形成一個海底的電纜工房站 那另外全球最大的再生能源和輸電計劃 終於獲得澳洲當地的重要環境批准 以4300公里長的海底電纜 將澳洲豐沛的太陽能力穿過了印尼 輸送到地下人稠 比較需要綠電的新加坡 好 我們回過頭來要聚焦的就是 這一場海底冷戰開打 海底電纜成為了現在美中科技戰的核心戰線之一 好 詳請教一下莊老師你怎麼看說 Google的計劃現在是不是已經觸發這深海裡頭的美中對抗 這個深海裡頭的美中對抗 有人把它形容為一個隱形戰爭 看不斷戰爭 也有人把它形容成是數位時代的冷戰 各位知道在二戰以後 全球主要國家分裂成共產跟民主兩個陣營 一個是蘇聯為首 一個是美國為首 展開對抗 那我們數位時代也有可能類似這樣的冷戰 不過很多人對於海底電纜還是很陌生 因為都認為 現在不是5G時代無線通訊嗎 為什麼還要有海底電纜 事實上以我們台灣為例 連外的海底電纜就有14條 也就是說我們每天這邊5G的無線通訊 但是我們連到國外 不管是網路購物或是觀看影片 還是必須透過海底電纜來 所以在去年5月發生了中華電競的兩條電纜被扯斷 馬祖斷網事件 當地的這個馬祖的朋友 就整整50天上網非常辛苦 直到跑去圖書館利用公家網路資源 因為那個政府還有微波備員來協助他們 熬了50天才勉強過去 所以不只是這個美中對抗 其實在我們國內也有很多人在探討 萬一哪天台海發生了軍事衝突 這麼不幸的狀況 那這些海底電會不會優先攻擊的目標 在所謂超限戰或不對稱戰爭裡面優先被斬斷 來影響到國家資訊基礎建設 那當然從此進一步來發展 也就是說美國跟中國方面在這方面的角力 也是非常的一個劇烈 那當然在川普 美國總統川普時代有一個乾淨網路政策 所謂的Clean Network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要經過美國政府認證的廠商 它辦完不同項目有不同的認證 總之不管什麼項目不管什麼廠商 都要美國政府認證才能參與過這個電纜建設 基本上是把華為排除在外的 主要有兩個理由 一個是國家安全 也就是所謂資訊安全的顧力 另外一方面則是商業理由 因為要棒打出頭鳥 今天華為是排名第一的首屈一指的中國廠商 把它打壓 然後避免衝擊到國內廠商 所以明目上也有可能資安 但事實上可能是商業考量 總之這個隱形戰爭 或數位時代冷戰呢 我們不容輕忽 不能因為我們看不到 就不認為它的存在 是 其實海底電纜這個行業的技術門檻很高 那建設難度也很大 只有這個美國 日本跟法國 擁有比較完整的產業鏈 所以過去市場上 就是被這三國的這三家公司所掌控 那眼前美中交鋒的戰線延伸到海底 美國為了防止大陸竊取數據 所以現在海底的電纜要去中國化 我們要請教立將軍 你怎麼看說美國的這個擔心說海底電纜 會被中國的維修船來造竊呢 我首先說明一下海底電纜 對我們人類有多重要 我們都知道中國有一句話 叫做要自負先造路 這邊路是什麼路呢 我們以前講的路是鐵路嘛 這個海洋的運輸嘛 空中的飛機嘛 然後油管的運輸 還有這個就是管線的運輸 就是油管的運輸 運輸石油 其實我覺得這五種路之外 現在最重要的是網路 也是一種路 未來的世界可能誰能夠掌握到網路 你才能夠掌握到人類的這種科技跟資訊 來講的話 如果現在萬一一旦沒有網路了 那我們人類生活可能跟現在來講 會變得天翻地覆的改變 就像莊老師所講的 上次馬祖因為斷網 那時候不管理由業 想要訂房間也沒辦法訂 然後金融業也所有訊號全部斷掉 那時候確實造成馬祖很大的困擾 那我們從這件事情來看的話 你要知道全世界現在來講的海底網路 總共有40條 然後有多少呢 有130萬公里長已經鋪設了海底網路 雖然說我們講說是這個5G 可是我們的5G信號 只是到我們一個基地台 從基地台到國外的基地台之間 還是靠海底網路在傳輸的 那我們台灣現在來講 我特別要講 這個我們雖然說 大家都以為說是有衛星 你知道海底網路跟衛星的這種運輸量差多少嗎 差的是1000倍 也就是我有一條海底網路的染線來講的話 我的這個傳輸的數據的數量 是天上衛星的1000倍的速度 那我們台灣有算過 如果說萬一我們台灣海底染線 這個都被切斷來講的話 我們有曾經想要學烏克蘭 就是馬斯克提供我們這種星鏈衛星 要120顆以上才能夠取代現在的傳輸量 那事實上是不太可能做得到 所以海底染線在未來世界是 在未來的這種科技通訊來講是非常重要 因為包括到醫學包括到金融包括到傳輸 甚至於旅遊各方面來講 你可以說現在沒辦法斷掉這種網路 我特別要提醒除了馬祖之外 大家記不記得在上次在前兩個月 福塞組織因為跟這個協助這個加岔走廊的反抗 就他們把紅海經過紅海的地方的海底染線切斷了四條 那時候也是造成全世界一片混亂 還好那時候因為海底染線有透過別的染線 阿拉伯那些染線或印度的染線 然後把它轉接過去後來再把它修好 當然海底染線有它的優點 但是有它的缺點 缺點就像主持人剛剛所講的 它的經費非常的高 它的難度也很高 事實上不是很容易的 那講到難度 我特別要講一件事情 華為它現在 它的傳輸的速度 是這個法國 這Nokia的這種 我講一個數據 它傳1.2T來講的話 它傳3000公里 然後Nokia只能傳180公里 所以未來的這種傳輸能力來講 華為是遠遠遠超於 Nokia的傳輸能力 我們要來看到的是美國呢 現在在晶片領域 針對中國大陸的封毒動作 真的是一波接一波 7月31號傳出 美方將在8月份要推出新規 也就是所謂的外國直接產品規則的擴展 要禁止多國向大約6家中國大陸最先進的晶片製造廠出口設備 那受到影響的地區包括說台灣、以色列、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不過日本、荷蘭跟韓國的這些關鍵晶片製造設備商 他們是可以豁免的 所以艾斯摩爾還有東京威力科創這些業者 並不會受到美國這項新規定的影響 那美國也計劃將大約120個中國實體公司 要列入貿易限制的名單 包含有6家的晶片廠、設備製造商、電子設計自動化軟體供應商 那還有其他相關企業 雖然現在還沒有辦法確認說 是哪些的中國大陸晶片廠會受到影響 但是外界猜測呢 美國的晶片令就是指指中國最大的DRAM製造商 藏心存儲 好看得出來美國現在是請全力在打壓中國大陸的半導體 加強了出口管制那推各種的精力 但是呢又要避免觸入到盟友 好不過現在呢看起來打壓效果好像有限 大家在說中國的半導體好像是不死鳥 院老師您怎麼看 我覺得啊這個想要打壓中國半導體的發展呢 到真的是雷聲大於點小了 為什麼呢 因為大陸原來啊 我記得非常清楚 在這個2018年以前的時候呢 大陸非常相信這個全球化的這種把戲 會覺得說是大陸的科技的發展的話呢 有關於這個晶片的部分的話呢 交給人家的話呢又好又便宜嘛 所以說呢他做他自己要做的 然後大家可以分工嘛 也輸減一下這個貿易上的壓力嘛 那突然呢美國就發覺說是 欸不得了了啊 這個事情要打壓 要不准在大陸發展 我在這邊提出四個理由啊 讓大家一次清楚的了解 首先第一個 我在學校就教科技哲學的 科技哲學本身請大家了解 這個科技不管你多發達 你永遠是這個發現的 你不會發明 只有上帝能發明 這個意思說什麼 意思說呢 這個大家科技上有差別的話呢 只要你有足夠的工程師 只要你有足夠的資源 有足夠的金錢的話 你假以食日總比有成 這個是第一點 大家心裡都明白 所以說沒有人估計上說 中國人就不行 沒這件事情 就講說三到五年中國才能追得上 這個可以 因為講得非常快 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的話呢 其實本身來講啊 大家都把距離於什麼 三奈米五奈米或什麼 講的奈米 你知道三奈米是多小嗎 你知道比一個頭髮本身還細啊 對不對 你根本就是絕大多數的科技 像我們現在用的電腦 要什麼的話呢 基本上的話呢 就是大陸現有的晶片的話呢 其實也可以在應用上來講 只是說要達到那種 像是那種非常尖端的科技什麼的話呢 那確實要有非常小的這種科技 但是因為有很多的方法 比如說華為的MAT60 Pro的話呢 它基本上也就是做到了自己 這個5G的手機 5G的晶片當中 它也是做了一些科技上的突破 這是第二部分 在應用上來講的話呢 最不用最尖端的吧 好 那麼這個第三個的話呢 就是說呢 它自己的規定 比如說英戴人 就是因為它本身來講 它那個晶片的話 AI的晶片當中 它就做了非常多的 就是說 要避開美國的限制 你這邊所強調的 有一些這個 阿斯麥爾的啊 或者說是這個 東京的什麼威力啊 什麼的 他們基本上 就是說是 他們的公司要生存啊 你想想看 這種高科技的公司 你不能夠指望 亞非拉的國家 亞洲非洲 跟拉丁美洲的國家 來買你這些高科技產品啊 你要指望就是說 又有能力 又有金錢 買了本身 又要能夠轉變成這個晶片 成為這種進一步發展的 這樣子才能夠賣掉 那你現在阿斯麥爾的這種光科技 能賣給 除了賣給中國以外 能賣給誰 然後呢 美國自己都沒有製造業了 那東京本身的一大堆 什麼光科膠 什麼這些東西 原來人家做好了 全球化的一個準備 是全球性的分工 所以我剛剛針對於 那個上次所提到的題目 我再稍微強調一下 原來中國跟歐洲 在2011 在疫情之前 就簽了一個中歐貿易 中歐投資協定啊 原來都已經是做好要投資 為什麼現在意大利的梅羅尼 跑到大陸以後 狠狠地把馮丹蘭發了一封信 罵了一頓 原因就是說 你這個做法上來講 用政治來引領貿易 用政治來引領經濟的結果 讓人家沒辦法活 因為這些大廠它本身 所涉及到的它的生產 原來是屬於世界分工的一部分 它不賣給中國賣給誰啊 誰有這個能力啊 對不對 所以你在這個情況 這不是說光吆喝一下 就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說這也是無外乎說的 除了立陶宛 立陶宛是非常特殊的一個情況 波羅蒂亞三小國 恨蘇聯恨得要死 為了要追求自保 所以說不行 美國講什麼它都對 那麼講的對沒有錯了 那你自己國家要幹什麼 但是大家要生存的話 誰跟你一起走 所以你說對於這個半導體 就是美國帶頭對中國打壓 最多三到五年 不會有什麼具體的成果 那美國自身呢 我們要來看到這家半導體大廠 Intel 8月1號他們公布了第二季的業績 不僅這個財報 財測都遜於原本分析師所預期的 還宣布說要裁員超過15% 那也不支付2024年第四季的鼓勵 現在知名的半導體分析師陸行之 他就說真的是可以用慘不忍睹來形容 好Intel現在陷入了困境 跟台積電沒得比 而且恐怕會被超為超車 美國政府推出了很多的政策 其實都已經在獨厚Intel 那接下來上支歌您看 還能怎麼救 反正Intel真的太慘了 你知道這個科技啊 AI Intel就是AI的也是一個 包括晶片等等 我都想說我作為一個年輕人 當時在打電腦的時候 Intel像神一樣 你知道現在你知道這一次 8月1號他公布之後 盤後之後一度大跌20% 後來修正後來一點點 你難以想像喔 這個真的是 現在涉及到AI所產業 最近當然比它顛簸 但至少在這一年多以來 是眾人皆賺 Intel獨虧 得AI則得天下 所以到底怎麼回事喔 當然毫無疑問 大家都覺得是整個 他是基辛格啦 他的CEO真的是有 很大很大很大的問題 特別是在 這次8月1號這個大跌之後 我們先來看這個問題是說 到底跟中國有沒有關心喔 其實當然現在 這兩天竟然出現一個 我覺得很荒謬的說 是不是因為中國開始就在進 那個Intel的CPU產生影響 我聽過我真的是翻白眼喔 你要知道中國大陸在 今年3月當中 他宣布的是政府的電腦 開始要逐步的淘汰 Intel跟AMD的部分的CPU 為什麼呢 因為政府很多的作業 文書作業跟檔案這些東西 而你要知道在中國大陸 你說對Intel影響很大嗎 沒有錯 中國大陸現在要拉抬鴻蒙系統 作為中國政府 包括各方面主要的系統 但這些剛剛強調都是在作業 有關於政府的作業 你說在商務 你說百度的這些雲計算 他們敢用鴻蒙嗎 鴻蒙現在的狀態是在 作業系統各方面可以的 取代一般的所謂的這種 原來傳統的PC 微軟這些作業 可是問題是你現在 在商業的這種包括AI運用 你不可能鴻蒙能夠取代 也包括現在CPU跟GPU 自己本身也在競爭 很新很新的科技的狀況 現在很多的最新頂線的科技 不需要CPU了 更不要說你剛剛講微軟 微軟前陣子大家應該新聞都看到 它那個CPU讓很多 全世界有多少的那個 這個電腦全部當機 真的是死去活來 大家真的這一波 我覺得INTEL大概有史以來 從成立大概八字最糟糕的 或是星座最糟糕的就是這時候 好 簡單講說我覺得現在 INTEL的部分目前看起來 沒有任何的包括中國市場的加持 也欠缺自己在技術在投資各方面 全世界到處承諾要去蓋廠 像包括德國都承諾 那現在全部都拖延 感覺起來INTEL有點信用破產的感覺 技術核心技術 我們都認為INTEL核心技術 還是非常厲害 但是問題是你終究要建廠 你現在在搖晃當中 也希望不要找台積電 先前說不到要代工 後來又偷偷又找台積電代工 整個INTEL最大的問題是它的搖擺 但是INTEL作為美國政府 最主要扶持補貼的對象 你補貼一個你 你不能說它現在就是說不可 就是阿斗也不行 那麼但是它現在的這個混亂狀況 我覺得現在這兩天我們看到最新的 已經有越來越多豐盛認為 你就要把CEO換掉 整個從頭來重新打過 如果沒有這樣不這樣做的行程之下 INTEL大概就只是在 所有一片輝煌 輝大一片輝煌的時候 AMD賺的 跟它競爭對手 這麼賺的行程之下 你就不知道怎麼樣繼續跌落深淵 是 我們來看到美國為了要圍堵華為 在今年五月份的時候 取消向華為出口某一些產品的許可證 但是美國晶片製造商高通 在獲得美國政府的豁免 可以繼續跟華為合作 但是華為這幾年被打壓之下 早就已經開始有自研晶片 那講白一點就是華為現在 已經不再需要高通的晶片 好 立正君想請教 你讓這個美國的晶片禁令 傷到的不就是自家人嗎 當然是傷到自家人 首先我要解釋一下 手機的晶片其實我們可以區分為兩個部分 來討論 第一個就是說設計 就像是高通或者聯發科 他負責設計這個手機的晶片 所以我們手機 因為這個晶片它可以運作很多 不管是我們去下載APP 或者是計算 或者是網聯 幹什麼 設計完這種晶片以後 那第二個是 你晶片工程師設計好以後 你要交給工廠來製造 所以這是第二個部分 那交給誰呢 以前都交給台積電來製造 台積電來製造 台積電來製造以後 台積電自己沒有自己品牌的晶片 然後他就幫高通設計好以後 高通把這個晶片賣給華為 或賣給Apple 然後Apple他們這個華為 他們再把它裝到自己的 這個設計的手機上面 然後賣給 所以說有一個完整的一個 大家分工合作一個工藝鏈 那現在美國他為了說 是要打壓華為 他怕華為押過這個 賣得比這個蘋果要好 所以他就說不准你們高通 或者是這些 還有我美國科技的這些公司來講的話 把這個晶片賣給華為 不准賣給他 那逼著你華為沒辦法 我手機我必須要賣 他後來有一陣子 他沒有賣手機 他去發展他的5G了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華為他自己可能 他就自己設計晶片 然後設計完以後 他委託誰來製造呢 委託中芯製造 那中芯這個晶片公司 來製造這個晶片來講的話 當然剛開始大家認為說 你中芯這個沒有這種EVD EEDV這種這個 機子外光機 做不出來高階的晶片 就算你設計的再好 你不見得有這種機器 你就做不出來 但是沒想到 華為來講的話中芯晶片 他用這種 這個重複不斷的曝光 就像是我講一個簡單的道理 就是假如說我們照一張相片之後 對不對我們把它放大 再照一張 再把它放大再照一張 那可能良率會比較低 那可能來講的話 它的效果 這個良率沒有說是 剛開始第一次 這個高顯微的這種狀況之下 做出來效果好 可是它不管怎麼樣 它還是做出來 就算是良率低 它最起碼7nm 去年來講的話 那7nm 對華為它所需要設計的手機來講 它的需求已經功能 已經確實足夠了 所以我們看到去年 它的Meta60賣得很好 就是它故意在這個聯盟多 去中國訪問的時候 它在那些突襲的方式 來賣這個華為Meta60 讓聯盟多嚇了一跳 大家還犧牲說是聯盟多是代言人 那現在來講的話 華為他們中心科技來講 被逼著又做出更好的晶片 也就是說可能他們研判 可能有可能做到5nm 或甚至有到3nm的這種可能性很多 就像是院老師剛剛講的 這科學的東西只有說是 你要不要花時間嘛 那你給我時間我慢慢做出來 那或許你現在進埃斯摩爾 到以後會不會有一天 這個中國自己也做出這種光刻機 這就很難去預測 也有可能哪一天 他自己做出這種光刻機 到那個時候他可能1nm 2nm 都會被趕得上 所以美國這時候 讓高通把這個晶片賣給華為 他也是不得已的措施 不然他就自己做出來了 好 更多精彩內容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